大家好这是老胡 我是婷婷 这是我们的朋友张良良 我们今天来到Okimon制作三 然后今天张良良呢 是来想学一学怎么速成后任 速成后任有什么方法吗 速成后任确实有一个练习方法 那我们今天就可以把这个速成法 share给大家 这个速成法简单来说呢 就是现在没速度的情况下 你能做出正确的弯中姿态 然后再慢慢的加入速度 然后再逐渐加入速度的过程中 达到一定速度呢 你就能后任就能摸地之后再起身 这样就对了 但是重点是从速度从零开始 达到慢慢你需要起身的 那个最低速度的时候呢 你需要时刻保持弯中姿态 就那个姿态不能垮 那个姿态一垮 你后任就哒哒哒哒哒就推出去了 这就是你们平时说的 一米两米三米是吗 可以这么说 一米两米三米 是我师傅审讯的一个教学方法 我把视频链接放在这里 放XR出的后任教学 那简单来说就是同一个概念 我们先来去试着做一下 正确的弯中姿态吧 那我们先来看老胡做一个 弯中姿态的示范 哦那你可太慢了 好了咱们正确的弯中姿态呢 可以先用屁股碰地来模拟 然后我们需要转肩 转视线 看着板头方向 然后胯也要转过来 膝盖也要微微地转过来一些 你就全身每个关节 你视线开始转的是最多的 肩少一点 胯再少一点 膝盖再少一点 但是整体要有一个往这旋转的趋势 这样才能在高速 低姿克华下 锁住我们的身体姿态 而且给雪板更有效的施加旋转的压力 因为你往这个方向旋转 我们是不是把板头往雪里怼进去 往雪里怼进去 就这个感觉 然后不能这样 这样这只手撑着你 完全靠这只手撑着你 这只手要不离 要离地 你也可以不用屁股做 也可以屁股离地 用这只手撑 屁股离地 这种感觉 但是错误的动作是什么呢 错误的动作是这样 这是错误的 为啥你的胯没转 我的胯跟雪板平行 正确的是你的胯要转过来 你看我转胯跟没转胯 我的利刃幅度是差很多的 这是不转胯 这是转胯 看看我雪板的变化 OK 这个弯中姿态 我们现在低速下去维持住 就比方说 我在很慢很慢地斜滑的时候 直接往下坐 走出一根线 好 在慢速的时候 要利刃 然后走出一根线 站在来试一下 这个可以 这个可以 这个线可以 记住视线肩跨转 这个姿势要维持住 好 刚才聊聊呢 在低速状态下 做得非常不错 现在你要适当地 加入一点点速度 刚才是斜滑 对吧 推坡斜滑 现在是我们要直板 但是你直板别放太久 就直放一下就行 然后马上拐 然后往下坐 那下要裹断 好吧 然后屁股坐下去 就是要轻轻地坐下去 不要 咚的一下坐下去 咚的一下坐下去 就说明你刚开始 在入弯的时候 你降低重心 那个程度还不够 也就是要降低重心 再倾倒 然后两个动作一气合成 试一下 弯中hold住这个姿态 试一下 一点点速度 这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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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这个线 推坎可以 好 好 然后你试着再加入一点点速度 比刚才速度再快一点 然后咱们腹脚入弯 腹脚入弯就是指什么 我说的直板 直板是这个位置 这个弯形 我们直板入弯只是在这个 Apex点入弯 然后腹脚入弯咱们要 前面有一段是朝山下立刃的 就是走点前刃 然后再翻过来的意思吗 对走前刃 然后再翻过来 然后这时候你的屁股是要往山下坐的 坐的要果断 对 别害怕 降低重心 然后果断往山下倾倒 好 嗯 克服心理那个恐惧 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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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可以可以可以 这个弯画的非常圆 拍下这个 这个弯画的非常圆 这个弯 看看这个弯 哈哈 摄影师掉下去了 我的天 好 咱们过了这个桥再来一个 好吧 过了桥我先示范一个 好 副脚入弯 攒一点速度 多攒一点速度 副脚入弯 然后弯中绷住这个姿态 你就能借这个U的劲儿起来 板子会给你U起来 有点点凸路了 不过OK 现在你来试一下 嘿 差一点 就差一点就能起来 就你利刃要再早一点 好 利刃再早一点能更能更有效的起 就 我就先撤就选了 利刃更早相当于你要把你弯的半径给划小 好 因为板子 你D Camper这个板子 我们登板的时候会给板子压弯 你利刃越高 你拐的弯半径越小 如果你利刃晚了的话 你弯就会画得特别大 然后那个向心力推你 就不足 不足以给你支撑起来 所以一定要把半径减小 而不要老想着去想着加速度 明白明白 我再试一次 好 来 这个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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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视线和肩带的再猛一点 对 等等 这个有一点 这个有一点砸下去那种感觉了 刚才有一点感觉就是你在入弯的时候 你的屁股是砸下去的 这样感觉不对 你要比较轻盈的坐下去 像一只猫一样 就你在入弯的阶段降中心降的还不够 降中心倾倒两个动作一气合成 你现在只想着倾倒 重心降的不彻底 对 你重心要 你刚才想着 对 对 你想着你完全蹲低是百分之百降中心 你得至少降百分之七八十 我来做一个夸张一点的示范 OK 降中心 入弯降中心 你往那滑 然后离我越来越远 再做一个吧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可以 可以 肯定嫖 章q亮 你可以啊 你是不是停止练了 是不是预rast了 怎么今天也更起来了 ود 做梦梦的老胡椒痲了 对 练得比我当时连来快 只能说这种速称方法 我认为对有一些胆子大的学友来讲 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 所以如果胆子大的话 你敢去折叠 敢去倒下去 一遍一遍的用身体去试你力刃的角度的边界感 我觉得是很棒的一个事情 我练到4米就停止了 我练不下去了 老虎有啥要补充的吗 你还没起来 我想一下 不用怼这么紧 小伙伴们可以去尝试一下担任练习 但是如果练不会的话 也不要死磕这个 这个担任即使练得很好 也不代表你的滑行水平有多好 它只是帮助你后任找感觉的一个练习 小练习 因为担任练好我们之后还要连任 这个担任练习它是回山的起身 跟你真正滑起来连任区别还是很大的 所以即使练不会呢 小伙伴们也不要去死磕 好了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以后我们还会分享更多滑行小tip 大家拜拜 喜欢 喜欢的话 等一下 喜欢的话欢迎关注订阅一键三连 谢谢小伙伴们再见 拜拜